两个词吧,对我来说,是拿过金牌,然后现在转型当了一个新的教练,我觉得怎么说呢,我当运动员,对训练的理解和我,比如说我当了教练,对训练的理解肯定是会有差别的,就像我去了高校准备也要当教练,我就会像以前的那些老师教授请教, 说对训练,就不说您怎么看的,我觉得运动员吧,他可能更多专注的是自己,你自己了解自己,你知道你哪差,就会利用训练去补哪,但是你要作为教练的话,你管的肯定不是一个运动员,你要照顾很多人,而且呢,就每个人的特点你需要了解,然后我觉得对训练的想法和 怎么说呢,理解就需要更全面吧,就像我是长距离选手,我可能就想着我怎么能滑的速度耐力更好,但是你要当了教练,你要全项目发展,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规划 在带动参议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背景下,您作为两届冬奥冠军,如何觉得能如何更好的推广咱们的冰雪运动呢? 我觉得像我是拿过短道速滑的奥运过节目,我就希望我能够作为短道速滑的一张名片吧,让大家首先是了解短道速滑,然后呢,冰雪项目是吉林省,是东山省,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吧,我觉得还是希望南方的朋友能够在冬天更多的来吉林,来去参与冰雪运动, 我觉得现在吧,因为很多小孩都是,像冬天,他们就觉得冷,玩手机啊,就在室内活动比较多,但是就觉得,其实来室外感受冰天雪地这种文化,其实是很有趣的。 也就是说,其实要走出屋外,走到病院上,这样的生活,可能对小孩自己的那个生活更有乐趣。 您现在还是国际华联运动委员会的委员,或者咱们北京东奥会,澳洲委运动委员会的委员,这两个角色您做了哪个工作呢? 嗯,其实像国际华联的话,偶尔我们会线上会议,因为刚成立的那个时候还能出得去吗? 就跟大家交流。嗯,然后像北京澳洲委这边呢,可能我们在冬奥期间还要做一些不冬奥的事。 嗯,其实相当于在国际上也是推广咱们的,呃,咱们中国。 对,国际上它在每一个项目会有一个运动员的代表。 对,因为要了解其他的项目,然后也要提一些自己项目的意见。 嗯,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哪些规划? 嗯,尤其那些规划。 嗯,还是希望能够好好推广冰雪运动吧。 因为选择留在了吉林长春,留在了老家。 就是希望能够,呃,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吉林省冰雪运动的发展吧。 嗯,然后也能想带出更好的,更好的描述。 对,这个是党教练的最,最单纯的初衷吧。 我觉得,我还是希望能够,呃,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这种教学的能力。 然后,就希望孩子们能够少走弯路,能够,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,就这么多年的经验吧。 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便捷的这种,呃,怎么说,呃,优势,或者是,呃,更多的帮助。 嗯,我们这个稿件是,那个,倒计时70天,当天发。 就是说,70天后开幕的北京报道会,您有哪些期待和祝愿? 哦,我觉得,羡慕现在能够备战的运动员吧。 我觉得就是能够在自己家门口参加一桑运会,简直是独比的荣耀。 对,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北京报道会,在自己的家门口发挥出更大的优势吧。 . 嗯。 詞曲 李宗盛